除了张艺兴,我们再来看看张子怡,舒淇,李小璐等电影人将如何度过中秋佳节 日前张子怡身着干脸身色套装现身猛活动 刚刚结束好莱坞大片《哥斯拉怪兽之王2》拍摄的他赶忙了解了自己的新角色 对,我刚好拍完戏,昨天杀青挺特别的吧这个经验 因为基本上就没有机会见到怪兽,全都是那个绿布景 早在2001年,张子怡就和成龙一起出演《尖锋时刻2》进军好莱坞 这次《哥斯拉怪兽之王2》中,他造型,干练帅气,令人期待 中秋来临之际,张子怡和一同参加活动的舒淇,不忘为大家送上节日祝福 中秋节马上到了,祝福大家中秋快乐,全家团圆 中秋节在上海,刚好可以吃生日月底 在工作中度过,我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 同样将在工作中度过国庆中秋假期 李小璐和何岁要相约去录制青春旅社节目 今年的中秋节还是会在工作中度过 希望大家的中秋节都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 原来满满 对于美法和家人一起过节,李小璐倒是很坦然 今年可能生日和中秋节国庆都分开了 但没关系,反正就是有时间在一起 就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我会长得给大家看